因为疫情冲击到消费 高雄市政府为了鼓励民众出门 决定从3月到8月 高雄市4万多个路边的计时计次停车格 减少收费2小时 改称晚上8点之后就不收费 这项措施预估会让市政府减少将近千万收入 而为了应对武汉肺炎的疫情延烧 台北市要成立防疫车队 高雄市似乎也打算跟进 但是大部分的小黄司机觉得风险太高 似乎是不乐意加入 这个都要喷啊 拿着漂白水到处消毒 补防过任何一个缝隙 就怕病毒会找上门 不只担心没生意 还要担心载道的客人 但现在小黄司机的无奈恐怕要再添一桩 随着武汉肺炎疫情升温 台北市成立防疫车队 高雄市也打算跟进脚步 只是能不能成功 除了补贴保险这些配套措施 最重要的是还得看小黄司机愿不愿意 除了成立防疫车队 应对武汉肺炎疫情 因为疫情而大受影响的观光 市府也祭出政策挽救 高雄市15800多个计时停车阁 和25000多个计次停车阁 原本收费时段是从早上8点到晚上10点 现在改成晚上8点以后就不收费 事半期间从3月开始一直到8月底 总计4万多个路边收费停车阁 预估让市府减少近千万收入 除了中午以外呢 其他的时候呢 或者是其他的时段呢 能够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呢 我们再做进一步的 我们想做研究 为了鼓励民众出门 会先试办5个月 是疫情情况决定 是否继续缩时计费 是否持续在防疫和振兴经济局的平衡 希望能尽快 帮受到武汉肺炎疫情冲击的观光 进行止血 记者梁家伟 王秀成 叶振云 高雄采访报道